桃園机场又出包了 今天凌晨华航有一架货机 陶勤地勤人员在这个机场运货的时候 因为没有按照标准程序 结果呢这整个货盘车 居然撞上一架华航货机的引擎 也造成机身受损无法起飞 本来要飞到越南胡志明市 没想到起飞前被货盘车擦撞 造成华航747货机引擎受损 没办法起飞 而错误全都因为陶勤的地勤人员 没有依照标准作业程序开车 当时肇市的货盘车要左转 经过华航747货机 就在转弯时擦撞到一号引擎 造成机身蒙皮受损18平方英寸 考量飞行安全 华航紧急调派另外一架货机代替 整整延迟起飞两个小时 华航不排除向陶勤求偿 最近陶勤机场一再出包 才发生富人闯进机场管制区 还有天花板漏水向瀑布的事件 陶勤总经理刚被撤换 新任总座才走马上任就马上出包 国人不禁要问 陶勤机场螺丝何时才能锁紧一点 记者杨泽宜桃源报道